有粉丝老铁问我 说是你对这次上海国际车站 有什么想法 最受人关注的 卖的最好的 最值得咱们中国人骄傲 就是比亚迪 横扫千军如卷席 五大车型 三大类 必选的啊 哪五大车型啊 首先这个海洋网的海鸥 十万块钱之内 性价比最高的 来这个车看 然后就是送L 然后那个代号是这个 UFE 概念车 但是比亚迪的 大家都知道 概念车基本上 就是量产车 跟概念车 没什么区别 然后就是仰望系列 U8 U9 咱们就讲这三大系列 首先第一款海鸥 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小车 女孩买的会特别多 非常喜欢 看着内饰 看着质感 看着缝线 大屏幕 科技感 还省油 空间非常大 据说空间比海豚还大 小女孩买的会很多 然后如果是我买的话 我肯定买这个送L 这个概念车型 为什么 首先它是E3.0平台的 纯电的 然后像超跑 像列装超跑一样 据说还搭载了云脸吸的技术 来咱们看一下 放大看一下 我先不说 我让你们自己看 它帅不帅 喜不喜欢就完了 帅不帅老铁们 像列装轿跑风格吗 前脸帅 这大灯 多好看 中国节 中国元素 特别足 看到没 后边微灯也是中国节的 还带尾异的 尾异可以升降 这也太帅了 其实还有一款轿车 驱逐渐零起 我认为是30万之内性价比最高的 什么天籁雅阁开美肉 速腾麦腾乱七八糟 包括奔驰系 宝马 武系 宝马就不提 它有孤独的 什么奥迪A4 A6 都不如这辆车 未来有可能 这辆车和比亚迪海豹形成内卷 特别不错 自己看 我感觉这个跟海豹前两个特别相似 驱逐渐零起 它肯定会跟海豹有点 那个类似的 但价格应该能低点 我个人感觉这个 比这个宝石街帕拉梅拉要好看 比什么奔驰一言 那不都强多了吗 最后再说一说这个仰望优 一百多万的车 现在销量可能三万左右 想一想 一百多万的车 销量三万 这才上市几天呢 是不是 搭载了云脸皮 比亚迪最强大 最先进的底盘技术 以前总是笑话比亚迪底盘 底盘不好 性质感不好 什么快的悬架 只是他妈放屁 这就是别人制造出的这个词 专门黑比亚迪 哪有什么快的悬架 他用快的比喻 比亚迪这个悬架不好 用料不好 黑比亚迪 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有 现在推出了更智能 更先进领先全球的云脸技术 然后那个U8搭载 也是这个云脸皮 老天王看一下仰望U8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底盘系统 这个云脸皮就是这个液压系统 你看 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那个U9搭载的也是云脸皮 这笨光搭拿除了那个 U9定价还没出来 但是绝对是全世界最先进 你看 少一个轮的照样能走 所以说这次车展 重点看比亚迪 比亚迪重点看新发布的车 就是这5款 听清楚了吗 比亚迪重点看新发布的车